今天我用科比同款的机型 在同样的天气条件下 从走科比最后的一段路 体会一下在驾驶舱里面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直接从Vanus机场起飞 然后向南走到101公路 然后沿101公路进入山区 需要说明的是 科比并没有从Vanus机场起飞 他是从北向南穿越Vanus机场 所以我只走了最后这一段 进入山区之后 很突然的我就进入了云层 然后这个时候和科比的飞行员一样 快速的上升了高度 上升到2000英尺 然后从2000英尺开始 慢慢的下降高度 这样保证一个安全 最后 诶 出云了 快要撞地了 赶紧拉起来 调整一下姿态 然后 诶 我操 啊 啊 谢谢大家